哈喽大家好我是Cassie 今天要来录一集就是 新手投资的认错大会 今天这一集非常的特别 就是我想说从去年投资到现在 大概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但是我想要来一个认错大会 这个认错大会也不是说我真的做错了什么 而是说在新手投资的时候 很常会犯的一些小错误 那这些错误如果你不及时的去更正的话 就很有可能落下病根子 就是陪伴你在之后的投资路程当中 也会非常的不顺利 第一点我要认得错就是 新手通常在大牛市的时候呢 都会非常非常的兴奋 而且会认为自己所向无敌 会产生一种非常自傲的心态 你认为自己在股市里面 所学的一切事情都已经懂了 反正呢我投那个科技股 我投这个传统股票 都会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你都觉得啊 原来我自己的投资策略都是对的 所以你就会产生一种非常自傲的心态 那这种自傲的心态呢 就会让你觉得自己是非常厉害的 自己可能不太需要再去研读其他的财经数据 或是再去研读其他的新闻 举个例子来说我从去年的9月份 2020年的时候股市刚好历经了一个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上涨过程 OK这个上涨过程被经济学家还有许多的财经博主都说 哇这是2020年真的是收益非凡的一年 那我是在2020年的9月份开始入股市的 那入股市的时候就一路上尝到了非常多上涨的滋味 就是丰收的滋味 再加上那时候我自己也有研读一些经济的数据 还有K线指标 我就觉得哦 我自己应该就是所向无敌的吧 那种感觉 有一阵子非常的自傲 对 但是呢 到了今年年初的时候 现在是2月份3月份的时候 股市就是迎来了一场健康的回调 那这个回调呢 就是打得我这个新手一个措手不及 我就开始去反思过去这半年当中 我所投资的想法和心得 开始去反省说过去的我应该呢 再去多研读一些财经的数据 去了解整个大市场的趋势是什么 而不是一昧的看着那个收益的数字 开始沾沾自喜 再来新手第二点就是 他们不愿意在股市下跌的时候去割肉认错 什么意思呢 像我有时候会做一些波段操作 那比如说我一进场的时候 我就应该把止损点跟止盈点给设好 就是那个盈亏比我必须得算好 才不会在股市下跌的时候很慌张的割肉出场 也不会在股市一直涨的时候呢 你不愿意止盈 不愿意落袋为安这样子 但是呢我之前有犯过几个错误就是看着股市一直上涨 一直上涨 那个价格 它已经到达了我的止盈点了 但是我就是不愿意止盈出场 因为我觉得后续可能会再涨更多 可能这两个字就害惨了我那一支股票 幸好我的仓位也没有很重 但是呢那一支股票的教训让我感到非常的挫败 就是我觉得不行 我之后一定要严守我的规则 一定要严守我的纪律 我不可以说看到股市一直往上涨 我就觉得说它之后可能会继续上涨 那同样的我也犯过就是它已经到达了我的止损位置 觉得啦觉得它可能不会再继续往下跌了 所以我就没有割肉离场 后果一定就是非常的不堪设想 就是股价就越跌越深 后面就被套住 但幸好那支股票和它的公司基本面还算不错 所以它后面有反弹 但是呢这中间就浪费了我的时间成本 还有我的金钱成本 这些都是非常的不划算的 如果你那时候可以及时的止损出场的话 等到它股市下跌 在反弹的时候你再把它买进来 等于做一个右侧交易 你就买在股价相对的低点 而且是在往上涨的时候去买它 这样子的话你的那一段会是获利的 再来第三点我犯的错误就是 我把波段操作做成长期投资 其实非常显而易见 在新手投资刚入股市的时候 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像之前有一阵子我要做某支股票 那支股票呢我的想法就是 我只要没有去深入研究那间公司的基本面 就是我大概看过它的财报数据 但是我没有非常深入的去了解 这间公司的业务啊 这间公司到底是真正的获利来源是什么 他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 我没有去做的非常深度的调研 在这个原则之下呢 我就会去做波段操作 至少我知道它公司的基本面并不是太差 但是呢这支股票我却做成了长期投资 一直以来都是上涨的状态 但是因为是小资 因为是新手 所以我手上所能投资的钱并没有很多 把波段操作做成长期投资 就会有一个小小的风险在 你不了解这间公司未来的获利来源是什么 所以你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去想说 哦原来这间公司它可能未来 可能是因为5G 让它未来的股价可以上涨 又为什么是因为5G可以让它上涨呢 就是背后这个逻辑我没有去搞清楚 没有搞清楚的状况之下 在它未来这支股票的股价一直上涨的情况之下 你就会感到非常的心慌 你会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该止盈 什么时候是这支股票 差不多该止盈出场的位置 就是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 所以呢把波段操作做成长期的投资坏处 就是第一个你在浪费你的时间机会成本 再来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正确的止盈出场 你没有办法去想象说 这支股票它到底可以让你爆到什么样的价格 爆到什么样的程度 最后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呢如果你也是新手投资的话 那我们一开始的资金量一定都不会非常的多 在资金量比较不足的情况之下呢 如果你要把钱放在一些你不知道 或是你抱不住的波段操作的股票的时候 这时候如果刚好遇到一个股市来一个大打折扣 就像最近的股市回调一样 来一个大特价的话 你手上就没有闲钱 没有资金可以去投入那些优质的公司的股票 OK所以呢总结以上三点 我在新手投资当中所犯过的错误 第一点就是呢我有着太过于自傲的心态 自认为自己什么都会了 什么都不用学了 在股市有一个大牛市的时候 直接进去觉得哇锁向无敌 第二点呢就是我没有设定好指引的出场位置 第三个呢也是跟第二点有点雷同 但是第三个就是把波段操作做成长期投资 这样的损失呢又比第二点来的更加大 之外呢你还会丧失一些很好的机会 去利用股市在打折的时候 买入一些优质公司的好股票 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呢对于新手投资会有所帮助 如果你还是觉得这些经济市场啊 或者是股票市场或是一些专有名词 还是觉得太过于复杂 那也没关系 我有写一个投资部落格 里面呢都有很多的基本观念之外呢 我还会运用精品包来作为比喻 带你一步一步去了解投资的这块领域哦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也不要忘记给我个赞哦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